释迦牟尼佛常常劝导我们 六道的凡夫 哪怕是四圣法界里面 都没有具足所谓的四境德 这四境德 昨天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那如果懂这个 明白这个道理 你这一生没有好好 把西方籍的事情锁定了 那真的很可惜 你看那个 那个 八十八佛里面 最后的法界葬身阿弥陀佛 不是有一段经文吗 这说明什么呢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到这个世间来试见成佛 唯独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大家来说明阿弥陀佛的本愿海 这个本愿海在哪里 就是劝导我们要到西方净土 只要你到西方净土 只要你到西方净土 你都记住这个四得了 所以啊 这个为什么今天会冬乱呢 你看过去人家讲 人人相信英国天下太平之道也 人人不相信英国天下下面的什么 对啊 对啊 大家都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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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 去注意这一点 其实啊 如果我们懂了这个道理 你的心就平静下来 为什么会平静 因缘果报嘛 重什么因 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果报 自己的触底的问题 不是在别人 所以今生我们被人家 无如批评 毁谤 或者甚至于伤害 你的生活种种的是 什么样的逆境 顺境 这个都是跟你自己的关系 别人跟你无关的 遇到什么样的逆境 明白这个道理 谢谢他 感恩他来成就我 遇到什么样的顺境 谢谢他来提醒我 你的心就平静下 容易平静下来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周历盘特 就是因为他没有全心全力 真心真意 自己的这种的实心 感召这样的果报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劝导我们不能令受 不能令法 连佛法都要放下 何况是法 你怎么能够去吝啬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周历盘特 前因后果 讲得清清楚楚明白白 而释迦牟尼佛很清楚 很明白 用什么方法 来帮助周历盘特 释迦牟尼佛把周历盘特 这个很重要啊 你看 释迦牟尼佛有圆满的智慧 有神通通达种种的方法 知道周历盘特 鱼痴这种病因在哪里 发生在哪里 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回复 释迦牟尼佛有这种能力 因为他有智慧 我们在外面 在扫地的时候 一边扫地一边骂 我妈这个 我妈这个 我不懂得规矩 不懂得干净 其实给你机会修福报嘛 你一边扫地一边骂人 你不是造口业了吗 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样子的 尤其特别我们在佛堂里面 一边义工 一边做事 一边讨厌 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的很多了 这个事情我太多了 我太了解了 你看师父管很多道场 这个道场里面 本来是来世道佛堂是菩萨的心态 一进来慢慢 这个菩萨心变成什么 裸刹心 裸刹了你看 这个事情我们很多变成这个样子 你去留意一下 你就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一个道场 一定要有道风学风 你没有学风道风 那这个道场就没办法了 我来到道场是在求法的 修福 修慧 如果来到道场 没有法让人家修福 修慧 你说这个道场能够维持了多久呢 没有法 有可能吗 所以三宝里面佛法神缺一不可 佛代表什么 我们为什么来到佛堂礼佛三拜 我们是拜木头的吗 那拜什么 为什么我们每次要共修之前先礼佛三拜 这个三拜是代表什么 人家听不懂 怎么绝证 那怎么说呢 怎么觉悟 人家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拜佛干什么呀 这有什么表法 像师父常常每次礼佛三拜的时候 归佛 对不对 愿断一切恶 我要发愿 断除所有一切的恶念 不好的行为 改变自己 才能够来成就别人 不断的这样的是发愿 不断的这样的来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 第二拜的时候就归法 运修一切善 虽然 这个善 没有一个标准 但是在佛法里面 就是以实善为标准 我要修一切善 从我的行为 从我的起心动念 源于造作 不跟人家作恶员 不造业 想尽办法来帮助别人 有能力 我就帮助 没有能力的话 我来看待我自己 用我的全心全意 来祝福他 那第三呢 归一生 隐适度一切众生 这个生的代表什么 我的心不断的 你要照顾 要培养你的清净心 这样的发愿 那我们这礼佛专拜的 代表是什么 就是教你要发愿 阿弥陀佛今天为什么 称为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他的愿力 不可适宜的 连这个道理 我们都不懂 那我们这拜佛做什么 所以主师大德 到最后归回到 依据阿弥陀佛 这个道理很深 所以以前有人问 我们师父上的老和尚 你的接力是哪一个 老和尚说 我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是对谁讲的 所以有一些 内行 听起来容易 懂得明白 师父上人在讲什么 外行的人听不懂 那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这么多年 以戒为师 那什么意思 在涅槃经里面 佛最后的那一口气 还在交代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那不然的话 我们为什么净土法门 三世诸佛的正因 都是建立在什么 哪一个 三世诸佛 以净土法门 都建立在哪里 建立三福 净月三福 第一福 心教你做人 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吗 我 谢谢大家